双连单位顾名思义就是把两个单位连在一起 通常是将分隔两个单位的墙打通 变成好像一个单位这样用 但我们不可以就这样自己随便打通分隔单位的墙 要打通两个单位的分隔墙 对比起打通一个单位里面房间的墙 它的性质和复杂性都不同 在这方面我们有几个考虑的重点 第一要看看分隔墙本身的墙是否结构墙 墙是否结构墙 其实是由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判断的 有时候就算室内设计师也搞不清楚这个关系 墙身厚不一定是结构墙 薄也不一定不是结构墙 专业人士会翻查大厦多年的设计图纸 再去现场评估一下做一个判断 如果是结构墙 就不可以随时打通 而是要由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 做一个加固的设计 提交给屋义处审批 取得批准才可以进行施工 第二点就是要看看墙本身是否作为防火间隔墙 因为建筑物条例里面 两个单位也就是由两个住户所居住 两个单位是需要有防火的间隔墙分隔保护 当然了 双连单位很多时都是由一个住户居住在两个单位 所以在操作上 就需要看看每个案例 来看看情况 需不需要通报给屋义处和差项股价处 去决定可否打通这个墙身 第三点 就是要看看大厦的工契 也就是DMC 有没有相关的限制 有时我们都会见到售楼书里面有一些工契章节 里面会说到 如果有些工程 是做了 令到一个单位通向内部的另一个单位 这样是违反 那个大厦的工契 要做这一件事 除非通过屋义处的入职 修订两个单位变为一个单位 然后可能在买卖合约里面 一份契约里面含着两个单位 再跟屋苑的管理署沟通 这种做法其实都很难度很高 成功的例子都不是很多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大厦工契有没有这些限制性条文 最后第四点 不是很多人知道 但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各自的单位本身有露台 相连之后 就会变成一个单位有两个露台 因为建筑面积豁免的原因 很多时一个单位 是不可以有两个露台 所以如果单位本身有露台 建议都是找回专业人士 看看是否可以打通 或者用其他方式 折冲去处理 双连单位其实有不少学问在里面 你们有不明白的话 就记得找专业人士去查询一下 如果你都喜欢这条片 就记得like comment 和share 以及subscribe 终于地产 下次见 收视频 现在 vä 诶 那 预